上海富商保养情人生撒娃花两千万 最后被原配骂 娃都不是你亲生的 2019年4月10日的一天下午 上海家定区某派出所 接到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 对方称自己被诈骗了两千多万元 经警方了解 这位刘先生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富商 已有家事 但在外却与情人生下三个孩子 七年来 情人向刘先生索取了巨额财富 七年时间过去了 刘先生才怀疑 三个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联系到情人提出要与孩子做亲子鉴定 令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自从刘先生提出做亲子鉴定后 那个情人就与他失去了联系 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道刘先生养了七年的三个孩子 都不是他亲生的七年的时间 刘先生就毫无察觉吗 究竟是刘先生太过痴情 还是这个情人太过聪明 这一切还得从七年前说起 2012年的某天下午 刘先生在一家奶茶店 为女儿买奶茶时 碰见一位年轻女店员 等奶茶的过程中聊了几句 两人聊得比较投机 于是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回到家后 刘先生就看到手机微信 有一个好友申请 看头像是一个青春的女孩 通过申请后 刘先生发现 正是下午奶茶店认识的那个女孩 她想为以后争取更多就业机会 于是加上了刘先生的好友 看了对方的朋友圈 里面丰富的大学生活视频 一下子将刘先生带回了以前青春美好的大学时光 后来聊天了解 这个女孩21岁 叫陈丽 陈丽来自农村 通过自己不断努力 才考上了上海大学 由于家境贫寒 上学期间 陈丽边学习边打工 这个努力的女孩 让刘先生心生怜悯 她自己甚至想过资助这个女孩 但毕竟非亲非故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之后陈丽打着向刘先生请教问题的旗号 经常主动找刘先生聊天 没过多久 陈丽因为交不起学费 向刘先生开口借钱 刘先生果断将钱借给了陈丽 毕竟这点钱对刘先生来说 九牛一毛 不值一提 陈丽对刘先生说 等我打工挣了钱 一定还您 非常感谢您 之后俩人的聊天越来越频繁 也许是因为无聊 也许是聊得来 俩人相谈甚欢 时间一长 俩人就有了微妙的感情 一天 俩人相约在线下见面 四十五岁的刘先生 看到年轻貌美的陈丽 不由心生爱意 也就是在这天 陈丽成了刘先生的情人 后来刘先生经常背着妻子 偷偷在外面与情人私会 刘先生经常给陈丽打生活费 即使陈丽主动提出 索要更多的钱财 刘先生也毫不吝啬 有一天 陈丽打电话给刘先生 说他怀孕了 此时的刘先生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立马说道 打掉 把孩子打掉 因为他有自己的家庭 他的妻子十分贤惠能干 他能够有现在的成就 离不开妻子的帮助 家里唯一的女儿 已经上初中 女儿又聪明又懂事 他不想破坏 现在幸福美满的家庭 不想失去 现在美好的生活 但陈丽决定 要留下孩子 随后休学回了老家 谁曾想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令刘先生越陷越深 七年连生三子 回到老家的陈丽 依然与刘先生 保持着联系 2013年 陈丽在老家 为刘先生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刘先生每月将生活费 打入陈丽的账户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其实 刘先生曾怀疑 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但陈丽却义正言辞地 呵斥刘先生 不是你的孩子 是狗的 看着陈丽如此激动 他反而有些自责 认为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自从孩子出生以后 刘先生都是通过视频 照片看孩子 越看越觉得 孩子非常可爱 不由新生喜欢 孩子一直跟着陈丽 生活在她的老家 陈丽也偶尔会到上海 与刘先生见面 刘先生给的钱越来越多 陈丽也开始买各种奢侈品 经常进出高档美容院 过上了贵妇般奢靡的生活 2016年 陈丽告诉刘先生 自己又怀孕了 这第二个孩子 刘先生依旧不想要 刘先生对陈丽说 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这个打掉吧 可是陈丽不听 坚决要生 此时刘先生担心 万一不满足陈丽 他闹去妻子面前 就很难收场 便接受了这个孩子 之后陈丽但下一名女婴 对于富豪刘先生来说 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其实不算多 自己有能力承担 只要陈丽本本分分过自己的生活 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两人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 金钱方面不是问题 而陈丽也声称自己 不会打扰刘先生的家庭 也不会要求刘先生和他结婚 他只想与刘先生在一起 之后陈丽又怀孕了 这次他告诉刘先生 要为他生一个儿子 刘先生也只好同意 2017年10月 陈丽为刘先生诞下一名男婴 因为这回是儿子 刘先生心中窃喜 他终于有儿子了 同时不免担忧 害怕总有一天被妻子察觉 但是已至此 已经无法挽回了 三个孩子出生 就随陈丽生活在老家 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 同时怕引起妻子的怀疑 刘先生从来没有去过陈丽老家 看望孩子 都是通过线上了解孩子的成长变化 刘先生每个月按时支付 三个孩子的抚养费 可不曾想到 接下来的几年间 陈丽胃口越来越大 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 谋划着下一步 向刘先生索取更多的钱财 之后不久 陈丽提出想开美容院 她对刘先生说道 我没有工作 一直靠你养着 如果自己有了经济收入 就有能力自己抚养孩子了 不用总是伸手向你要钱了 刘先生一想 这样也好 毕竟三个孩子以后 花销也大 陈丽有了自己的收入 孩子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刘先生随即给陈丽 打了一百万开美容院 之后 陈丽又说自己需要一辆好车 毕竟自己是老板 面子上总得要过得去 刘先生无奈 又打了一百万 让他拿去买车 毕竟美容院都开了 这点不算什么 一个月过后 陈丽告诉刘先生 因为合伙人赌博将美容院营业执照输掉了 所以美容院倒闭了 刘先生一听 怒火中烧 那么多钱就白白打水漂了 但他回过头一想 毕竟陈丽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想想自己甜美可爱的三个孩子 刘先生便原谅了陈丽 刘先生因为自己平时工作忙 也没有亲眼见到过美容院 只听陈丽的一面之词 竟没有一点怀疑 可陈丽就是个无底洞 又向刘先生提出想开一家宾馆 说宾馆比美容院好开多了 事已至此 刘先生细细斟酌后 宾馆确实开起来容易得多 早已冲昏头脑的刘先生 将三百万打入陈丽的账户 让其开宾馆 可是仅仅过去几个月 陈丽又说宾馆开不下去 倒闭了 三百万又一次打水漂了 刘先生也是欲哭无泪 虽然刘先生有钱 但这么个花法 无论多么富有 总有花完的时候 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刘先生虽然非常恼怒 但毕竟陈丽带着三个孩子 心一软 又一次原谅了陈丽 可没想到 陈丽又提出想买学区房 这样孩子上学就方便多了 而且以后还可以上重点学校 陈丽说自己没有挣钱的本领 以后就安安稳稳地照顾孩子了 不再折腾了 刘先生一听 买吧 孩子的教育 他是很重视的 刘先生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为什么就这样信任陈丽 自己经商这么多年 什么人没有见过 偏偏在陈丽这失去了判断 刘先生一咬牙 又将巨额资金打给了陈丽 让其买学区房 之后 刘先生一直供养着情人和三个孩子 刘先生七年来一直做得天衣无缝 给情人花了两千多万 妻子都被闷在鼓里 直到2019年 这一切发生了巨大转变 妻子发现刘先生给同一个女子 花费了大量钱财 而且她越来越心神不宁 细细想来 自己丈夫外面一定有情人 但她开始并没有找刘先生质问 等有十足的把握在行动 没过多久 妻子向刘先生摊牌了 说自己早已发现刘先生外面有情人 经过妻子的不断逼问下 刘先生将与陈丽的一切告诉了妻子 妻子横为怒目的斥责 七年了 你去过他老家看过孩子吗 怎么就那么确定孩子是你的 索要这么多钱 你就不怀疑是骗子吗 妻子的责骂 让刘先生忐忑不安 随后联系陈丽说要与孩子做亲子鉴定 之后陈丽的电话关机 刘先生再没联系到她 于是刘先生去往陈丽的老家 地址是陈丽之前告诉刘先生的 结果去了才发现地址是假的 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刘先生整个人都梦了 刘先生这才恍然大悟 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 妻子虽然对刘先生非常失望 也非常生气 但理智告诉她 应该让刘先生查明真相 她推断是有八九陈丽撒的 是一个弥天大谎 最终妻子让刘先生选择了报警 因诈骗数额庞大 警方立即予以重视 展开调查 可找人也需要时间 警方让刘先生耐心等待 有消息会马上通知她 发生的这一切 让刘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这七年来 自己被一个小姑娘骗得团团转 竟毫无察觉 难道自己白白帮别人 养了七年孩子 花费巨额资金 换来的是一个惊天骗局 就在刘先生万分交集的时候 警察告知刘先生 陈丽去警局自首了 警方询问陈丽之后得知 一切都是骗刘先生的 根本没有开美容院 也没有开宾馆 陈丽用骗来的钱买了别墅 豪车 孩子一直由保姆照顾 她早在2016年 与青梅竹马的丈夫结婚 很早以前 他们就住在了一起 陈丽没有工作 一直用骗来的钱财 养活着全家 过着悠闲滋润的生活 偶尔才去上海 与刘先生见面 经亲子鉴定 三个孩子 都是陈丽与丈夫的孩子 和刘先生 毫无血缘关系 此时的刘先生 肠子都毁清了 但为时已晚 在商业界 叱咤风云的大富商 竟然败在了一个 小姑娘的石榴裙下 虽说刘先生 是咎由自取 但这个陈丽 也属实不简单 陈丽曾告诉警察 我只是为了 刘先生的钱财 并不喜欢她 她的年龄太大了 我爱的是 我的丈夫 说到这里 陈丽留下了泪水 可能是因为 她的谎言被揭穿了 也可能是对自己的 所作所为感到后悔 虽然赢得了 一时的奢华时光 但终究是昙花一现 经警方进一步了解 陈丽自首之前 便与丈夫离婚 将所有财产 转移给了三个孩子 和丈夫 但陈丽的行为 构成了巨额诈骗罪 财产虽已转移 到了丈夫名下 但均已被冻结 陈丽也被判刑入狱 陈丽选择的 捷径毁了她自己 到头来 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陈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刘先生 本该幸福的家庭 也有了裂痕 即便拥有大量钱财 也弥补不了 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情谊 弥补不了 对家庭带来的创伤 陈丽作为一名女大学生 贪图金钱 想通过不劳而获得到奢华的生活 最终失去自我 埋葬了美好的青春年华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 但事实告诉我们 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努力工作 不追名逐利 不求多么荣华富贵 好好的生活 才是人生真谛 所有的诱惑都会稍纵即逝 平淡美好的生活 才会天长日久 刘先生的故事 让人堂目结舌 一时的诱惑 让他悔不当初 当时的决定 换来如今的惨痛代价 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